大家好,我是朵朵 这个星期的中文视频呢,我要做一个介绍 我要介绍一下子Mr.Coffee 咖啡机可以做espresso和cappuccino 首先大家可能会问,espresso和普通咖啡有什么不同呢? espresso是用高压的蒸汽做出来的 所以做出来的咖啡会更浓更香 现在我要给大家一起做一个咖啡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机器 上面这一部分 是加水的 我们会用杯子往里面加一些水 这一部分是装咖啡的 我们会往这里面放咖啡 这一部分是一个座 可以把这个插在上面 也会放在这上 这个咖啡机还带了 一个勺 这里可以快咖啡 底下可以用它来压咖啡 咖啡机还带了 一个杯子 一个杯子 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知道 你会做多少杯咖啡 可以倒适当的水 好 我们第一步呢 是往这个咖啡机里面加水 可以 倒好之后 我们可以 把这个先放到一边 下一步呢 我们会往这个杯子里面放咖啡 放好这个咖啡之后 用勺子里面压一压 要好 就应该 像这样 压好 压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杯子 安装到咖啡机上 从这边 一会儿看看清干净 看 这样拧到咖啡机上 然后呢 可以把这个座放回上去 然后 然后呢 可以把杯子放在这个底下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盖子 拧回到这个开口上面 这个地方 有一些遥控 这样 往这边拧 就是做咖啡 往这边拧 是来用蒸汽 一会儿我们会用蒸汽的 现在 我要把咖啡机厂上 就可以用咖啡机 第一步我要煮我的咖啡 最需要一些时间 等到灯亮 就好 我们的咖啡正在倒出来 已经做好了 我们不需要很多 我们不需要很多 因为我们还要往里面加牛奶 等到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咖啡机关上了 现在呢 我要 往牛奶里面打泡沫 这个地方 有一个 下蒸汽的一个管 我们可以用它来加蒸汽 我把这个旋钮要调到蒸汽模式 就可以往里面加蒸汽了 继继续 再整个箱里 時女牛奶 可是 在迍波 来来来 我们现在遮咬了一些泡沫 我们可以把咖啡和泡沫都倒在一个杯子里 再拿手搅拌搅拌 这样我们的Cappuccino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中文视频 咖啡和泡沫 好